中國姓托的 郭信嫌犯蹲在一旁 東西散落一地 面對一旁圓警不斷逼問 他竟然還想耍賴裝傻 接著圓警從塑膠袋裡 找到33萬現金 你要拿錢是嗎 要來拿錢 章話拿錢 這起詐騙事件 是發生在彰化火車站 26歲郭信車手 打電話給80歲成姓老翁 養成老翁的愛孫 花錢買毒 在外欠款150萬 要老翁先匯20萬救孫 付錢回家後 還是沒見到人 老翁才驚覺被詐騙 警方表示 巡邏時發現嫌犯一見到遠景 神色慌張 立刻躲進廁所 上前盤查 才發現男子身上 竟然帶著巨額賬款 20萬是詐騙所得 13萬是他跟那個 詐騙集團所 審議資的那個薪水 警方表示郭信車手 每次酬勞2000元 詐騙老翁錢已經先取款一次 因為失業缺錢 才會下海從事詐騙 沒想到早上才拿到錢 下午就被抓到 讓老翁辛苦賺的20萬 失而復得 記者陳盛維 韓知行許又翔 張華昌報導 完成了 好